吴尼娜 米尼姜 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先带您来关心疫情的最新消息了 22号花莲疫情的记者会当中呢 花莲新增确诊了739例 那么由卫生局长朱家祥并说明新冠疫苗的覆盖率 以及确诊的分布 花莲疫情记者会花莲新增确诊739例 卫生局长朱家祥也对于目前确诊者的分布 以及疫苗施打覆盖率进行说明 最高的当然是我们秀林乡 它占了28.1% 但是秀林乡它这个礼拜的增加率 只增加了1.2% 跟我们上一周的增加率是1.8% 下降了0.6% 所以秀林乡真的一直在趋 这疫情有趋缓 降低的一个样态 那另外呢 我们上一周 上一周的这个总平均 总共的这个我们的增加的比例 是2.3% 那这个周呢 我们增加的比例是2.2% 那比我们上周呢 也缓降了0.1% 所以呢 虽然说这里面有几个红字的这个乡镇 它的人口占比或是增加比例 都高于我们的整个这个各乡镇的平均数 但整体来讲 各乡镇都有往下降低的一个状况 而5到11岁第二剂儿童疫苗接种即将进行施打 将从6月27号到7月5号到校施打疫苗 也请家长能够尽快缴交施打意愿书 决同施打DNT获获得那疫苗的一个第二剂的意愿调查 那请各位家长审慎评估之后 如果已经确定好施打的一个意愿了 那请尽数将调查表找交回学校 那方便呢 学校做一个会诊跟后续的一个 卫生局安排入校接种的一个作业 那在这边再次提醒我们的家长留意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找费无疙地的创包 记者买空振背